好,那我們現在就開始吧 那麼您先把我們FocusSky先打開 在桌面上,在這邊打開了 那一般呢,你現在進來它是英文版對不對 那麼我先跟各位說明一下 在FocusSky的話它其實有兩個版本 兩個版本,一個就是國際版的 就是我們現在裝的這個版本 另外呢,它還有什麼?大陸版的 那如果你想知道它的官方網站 你可以從我們這邊 在右手邊這裡 有沒有,這裡有兩個 有沒有,一個這個,一個這個 好,那 這個是國際版的 所以它官方網站在這邊 那還有一個就是對岸的 好,對岸的簡體版 兩個其實都是一樣的版本 但是差在哪裡?授權方案不一樣 對,授權方案不一樣 如果你是用國際版的 我們稍微看一下 它是算... 就是如果你想要...到時候你想要用付費的話 它是算月租的 月租的 我先稍微講一下 簡單稍微了解一下 那如果你用的是那個簡體版 其實你也可以從下面 我們到最下面這裡 有沒有看到這裡有個叫中文 看到對不對? 你從這邊連過去 也可以看到它的簡體版 那我們這個 FocusSky 它有 Mac的版本 所以如果你是使用蘋果電腦的 也可以用 也可以用 有沒有,這樣進來了 那麼 如果你是 大陸的這個版本 它一樣可以切...兩個版本 都可以切換成我們所謂的繁體中文 所以各位不用擔心 但是就是授權方案不一樣 大陸的版本 不好意思 付一次就終身 哈哈 終身有效這樣子 所以兩個授權方案不一樣 國際的錢比較好賺 哈哈 我以前也有用過那個 我剛開始也有用過付費版 因為那時候有需要 因為它可以直接把我們的簡報 直接輸出成什麼 輸出成影片 我那時候剛好有需要做 用這個簡報做成影片 在現場這樣播 所以我那時候用付費版 好,付費版 那所以看你啦 你想要用這個 不管你用簡體版的 還是這個 國際版的都沒有關係 這樣OK 所以你稍微了解一下方案之後呢 我們現在就來看看喔 那你打開之後 這個軟體打開之後 怎麼變成中文 從這邊 HELP這裡 上面 有沒有看到Display Language 不管你是國際版 還是簡體版都一樣 大陸版本 你就點一下 對了齁 順便跟各位提一下 這裡有比較討厭的是什麼 你明明一看就知道 這是什麼字了對不對 他就故意不寫 哈哈哈哈 這樣應該了解啦齁 所以我雖然點這個 但是我嘴巴是講那個齁 講繁體嘛 這樣了解 所以呢 你設定完成之後 請你把軟體 重新打開一下 這樣就會變成標準的中文版了 有看到中文字了嗎 這就應該就沒有問題了 所以各位等一下 你在操作上就會比較熟悉 那麼第二個呢 我們要注意的是 你要註冊一下 好 因為他還是要有個帳號嘛 那這個註冊呢 不會很麻煩 因為呢 你註冊一下 我看一下 好 那我們重新打開之後呢 現在有變中文了 就沒有問題 那你從右上角這裡 有沒有看到這裡有三個對不對 好 那我們就直接用免費註冊就可以了 把它按一下 那你就打入你的信箱 好 Email信箱 然後兩次密碼 這樣就OK 就可以註冊了 如果 你 不是真心的 你只是來玩一玩 請你匯一個東西 好嗎 這裡 請用這個關鍵字 這樣會嗎 信箱皆可拋 好嗎 我是比較喜歡十分鐘的啦 十分鐘過的就好了嘛 就不會再見了 好嗎 所以如果說有些 你要的一些雲端服務也好 或者是那些服務 他要求你註冊 可是你只是偶爾來一下 不想要把自己的怎麼樣 真實信箱就暴露在外面 因為你老是 用真實的資料 收到垃圾信也是應該的嘛 對吧 好 所以你就來這邊 有沒有一進來這邊就有了 對不對 十分鐘之後自動銷毀 這樣OK吧 那麼你往下走 往下走 也就是說 待會呢 如果你想要 收信的部分 你不想要用自己的信箱 你就在這邊直接收信 這個頁面不要關掉就好了 這樣有沒有問題 萬一十分鐘之內 還沒收到信怎麼辦 對啊對啊 對你就跟他講 神啊再給我十分鐘 呵呵呵 這個信箱就繼續用十分鐘 其實很多啦 有很多的類似這樣服務 那 有的還可以指定 比如說你更長一段時間 就自動消費的也有 所以這就看你自己選擇囉 OK 來還給你囉 我來看你 我的天啊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